爱摩讯的200prc与modebus模块是怎么应用的呢 一个视频告诉你 200prc作为主站 modebus模块作为二号重站 通过485总线相连走modebus rtu协议 这是一个轮巡程序 第一步先初始化通讯参数 使用9600的波特律无校验 初始化完成以后m0.0接通 然后智卫m10.0开始轮巡 第一步读取数字量输入 它是读取二号重站 从101开始的连续的24个 把数据存放到VB1000开始的指针中 读取完成智卫m0.1跳到下一步 然后第二步是写数字量输出 把VB1050中地址指针中的数据 写入到二号重站 从1开始的连续的24个输出中 写入完成智卫下一步 开始读取模拟量的输入 读取二号重站 从3001开始的12个模拟量输入 存放数据到VB1100的地址指针中 读取完成 轮巡到下一步 下一步写模拟量的输出 把VB1200指针中的数据写入到二号重站 从4001开始的12个模拟量输出中 写入完成m0.4接通 跳回到m10.0继续轮巡 为了掩饰方便我们写了一个一秒亮灭的程序 我们来监控一下看看效果 通过状态表的监控可以看到我们有发送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重站模块在一秒亮灭的闪 然后给模拟量输出负值5000 你看看这个一表指针的变化 这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我们夹着一下 你看看这个温度也在变化 我们可以监控得到 这是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变化 想了解更多PRC知识关注我 我看到这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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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根状态